美国一直想要争夺中东地区的话语权,所以在背后与俄罗斯也是多番较量。 但是以现在的情形来看,好像诸事不顺,好朋友土耳其倒戈,就连伊朗也不惧怕美国的制裁,特朗普现得异常的焦虑,本来就在叙利亚内乱中失去优势,现在就连小小的伊朗都不服美国,敢直接封锁护尔木兹海峡,逼得美国一直不敢直接出兵攻击伊朗,还要观望形势。 近日来据消息称,伊朗已经派出了特种部队,进入到美国本土,就算美国想要对伊朗做什么,到时候迫不得已,伊朗也可以来个里应外合,破坏美国的军事战略。 对此,美军方对这些特种部队,也是一直在追查,查明事实,伊朗的这一胆大行为,可以说让美国完全没有威严,它的霸权政策在鲁哈尼身上,竟然起不到一点作用。 现在美伊双方都在中东海域做着自己的战略部署,伊朗为了防止美国的突袭,在波斯湾再就已经准备了几百枚导弹也防万一,美国也是直接动用了三艘航母和满满了F35战机严阵待发。 就这样美伊之间的关系直接就上升到白热化阶段,特朗普执政后,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,现在就算美国的军事实力远远强于伊朗,但是鉴于一直在中东局势上势力,美军方也是不能轻举妄动的,面对伊朗这一次的强硬回击,估计是让特朗普想不到的,原以为可以借机威胁捞一笔,但是没想到现在竟让自己下不了台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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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